欢迎回来,赶来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简简单单煮番茄淡花汤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汤简单易做而且营养丰富 很适合在家做个家人吃啊 番茄鸡蛋汤,又名西红柿鸡蛋汤 是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其味道可口 营养丰富,是一道十分受欢迎的菜肴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番茄鸡蛋和洋葱 洋葱去皮切粒 按下来 番茄切粒 鸡蛋打入碗内打散备用 炒香洋葱 下番茄一起炒出红油 倒入一大碗开水焖煮出味 下盐胡椒粉和鸡精按个人口味调味 缓缓倒入蛋液不要搅动让蛋液成型 大花好漂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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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蛋花汤煮好了 很简单对吧 大家也试试吧 好喝不由尿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汤食谱 欢迎到我的 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74个健康食谱哦 上网找了些关于鸡蛋和番茄的资料 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番茄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C能抗氧化 帮助抵抗紫外线 促进皮下胶原蛋白合成 达到美容养颜和美白效果 番茄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C能抗氧化 帮助抵抗紫外线 促进皮下胶原蛋白合成 达到美容养颜和美白效果 含有的有机酸具有开胃效果 能促进食物消化 促进胃肠道对盖吸收 鸡蛋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 它含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蛋白质质量和氨基酸构成都很完美 是人体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 鸡蛋极具营养价值 也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之一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吃完鸡蛋后不能立即是七种食物 因为这七种食物如果在吃鸡蛋后 立马吃就会有危害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哪七种食物吧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糖 那会使鸡蛋蛋白质中的氨基酸 形成果糖基赖氨酸的结合物 而这种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会对健康会产生不良作用 吃完鸡蛋后吃柿子青则会得食物中毒 总则会导致急性肠胃炎还有肺结石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喝豆浆 其实单独饮用有很强滋补作用的豆浆 还有一种特殊物质叫一蛋白酶 它与蛋清中的卵松蛋白相结合 会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鹅肉 兔肉那是因为兔肉性味肝含酸冷 而鸡蛋肝贫微寒 二者都含有一些生物活性物质 共识会发生反应 刺激肠味道引起腹泻 吃完鸡蛋后吃憋肉也会导致食物中毒 而憋肉本身性滋腻 患有感冒或体内寒痴的人一般都不要吃 加上它姓贤平 孕妇跟刚刚生完BB后消化系统不好的人都不能吃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吃消炎药 因为鸡蛋含蛋白质会加重胃肠负担 相对对药效有影响 特别是脂肪泻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饮茶会有害健康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柔酸与蛋白质合成 具有收敛性的柔酸蛋白质 使肠道蠕动减慢易造成便秘 而且还增加有毒物质和致癌物质被人体吸收的可能性 危害人体健康 在吃鸡蛋后一定切记别吃以上七种食物哦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鸡蛋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66个美味鸡蛋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